小凡姐说魔兽争霸 今天是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一个比赛 也是WAL的一场决赛的较量 那首先看一下两位选手是出生在了NI 背不住的张地图 右上方蓝色亡灵选手就是HAPPY 左下方的是一家黄色的兽组选手就是LIN 那看一下张比赛 LIN大战HAPPY也是刚刚介绍了是决赛的一场比赛 双方也是都杀戮到了决赛 LIN的话一路是从胜者组最终是进入到了决赛的 而HAPPY是一路从败者组杀戮到了最终的决赛 那看一下两位选手的较量到底会打得怎么样 小凡就挑几场比赛给大家做一下 挑精彩的先给大家做 时间短的到时候再放一放 那这是双方好像第二场比赛了 第一场比赛的HAPPY战是1比0领先的 看一下首发英雄LIN这边选择了剑圣的首发 而HAPPY是用了死亡骑士 剑圣 能用剑圣来打的话 其实打亡骑还是说属于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战术 正常的一个战术打法还是用先知猎头的战术比较多一点 但这个战术也是打HAPPY的时候 胜率最近不是特别高了 感觉HAPPY在防这个战术的情况下 也是会有自己的一些战术 狂狗三本 包括用毁灭 速度去秒狂战士的话 其实这一波战术的效果没那么好 所以感觉LIN的整个战术打法也在变 速克制没有放边营 单剑圣先出门 去商店买个头环 是不是要跟着对手DK练子的 HAPPY的DK开局也是在自己家门口 直接先练个小点 剑圣这边要不要抢个怪 HAPPY的视森也是往回走 应该也要看一看这个点会不会被抢掉 那DK练完了这个点 薄物一剪之后马上就过来了 HAPPY也是反应过来 这个点可能被抢 那这样DK可以隔着树林来一发C 这边野怪出去了 这出去了就不一样了 本来是想在这里C的 那剑圣一个集分布 但是还是被这边的DK把经验拿了 剑圣拿个装备一个暗影斗篷 那现在对HAPPY来说 这个怪还不想放掉 毕竟是想让DK剩个两只的 剑圣过去补个刀 没补到 哎呀DK到两只了 那这样子对令来说 剑圣开局没抢到啥经验 还是零经验 DK已经到二了 这时候HAPPY的克制也在升了 你升克制我也升克制 这时候HAPPY继续拉出大量的小狗 强行准备要把这个点给垫掉 对令来说 他的剑圣目前就陪着这边的HAPPY 就留在这了 不走 剑圣吃个小惊醒 DK要不要甩一发C 再踩一脚集分布 这个怪感觉剑圣也不怎么好强 因为HAPPY的整个补刀还是很稳的 他不是说最后一下再补 他是提前在最后第二下的时候围住这个怪 然后一下子全部打上去 把输出打到最高 把这个怪一下子给补了 这样子就导致剑圣的跳皮根本就秒不掉这个怪 这样令至今还没有拿到一点经验 这对HAPPY来说的话前期做的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双方的科技呢令这边的二本马上就要升好了 看看升完二本之后会不会直接三本 还是说直接二本科技来打 那剑圣的依然是陪着DK 不能让DK舒舒服练纸 但HAPPY的这时候可能要练54的 因为已经买好粉了 买粉就是为了打剑圣做准备的 你剑圣要来我就跟你打 你剑圣不来我就练 你踩集分布我就撒粉 那这样子这边HAPPY的小狗呢还在慢慢的摸着五级怪 但剑圣就是不走 剑圣不走呢只能打剑圣了 零这时候呢二本已经升完HAPPY的换上DK呢也在侦察 那家门口令释放了牛腿人图团和兽篮 三本呢目前也在升 而HAPPY这边的二本科技还没升好 DK呢一发C给了小狗 这边的粉一撒坚决是要把这个剑圣赶走 因为这剑圣在的话DK练不了这个级 零的这一级剑圣的作用其实还是发挥到了 毕竟至少没有让DK这么舒服的去练级啊 虽然没有抢到怪 这边来了一刀终于抢到一个了 那还有一个五级怪 剑圣呢还有一脚指纷布 小狗呢还在摸你看HAPPY就不打这个怪了 DK呢用光环带一下这条小狗 剑圣追不上追不上就算了 保证这个五级怪不能让HAPPY抢 HAPPY用DK的C来抢了 现在剑圣呢慢慢在消耗DK的血量啊 拉扯一下继续过去 双方对这个五级怪的话 HAPPY时时代必得的肯定要抢的 DK直接给C了 一发C装备减了是一个野兽卷轴 剑圣呢踩着指纷布在外围 感觉也上不去图个压高 二发英雄小Y来了 去到了上殿 这是要干啥 生了妖术 令这边不会是有想法吧 我觉得他有想法要练纸 怎么练呢就是妖术一下这个野怪 然后呢往回赶 对往回赶 这个练剧方法的话 确实还是说现在用的比较多的 这个就是利用小Y的妖术 让野怪呢找不到方向啊 然后的话就可以把这个野怪 拉到家里去练剧了 这效果其实不错的 包括像这种七级黑胖子啊都可以的啊 防止HAPPY在侦察发现 打了个智力加6 又能够轻松练完结一个点 那这时候呢HAPPY也是二发英雄巫妖来了 直接练12点钟位置的分框 DK呢已经到三 家里呢三本目前也在升 放下了屠宰场和限制深月 那由于是已经打到决赛了 所以对双方来讲的话 应该都是非常谨慎的啊 目前呢补了一条飞龙和一只白牛 家里呢科多也在补 白牛呢也在出 白牛的话现在 一呢是可能要加个灵魂链 这样子整个链子呢更加好一点 再分摊一下伤害 第二呢一会儿看看要不要升个专家级之类的 然后的话去驱散一下HAPPY的这波骷髅 因为HAPPY的这一前期的骷髅的作用是挺大的 又可以侦察又可以骚扰又可以打团战 还可以给巫妖回点来 那这边呢看一下LIN又抢了一个怪 打了一个重生 现在LIN呢是一个强保留的战术 HAPPY呢打了一个水晶球 也是照了一下6点钟位置 看到LIN的大不对了 这样子HAPPY呢现在也是抓紧时间 给自己的巫妖再练一下 那LIN呢三本已经升完了 接下来的话看一下LIN的整个战术是怎么打 甚至选地洞 那HAPPY的三本呢也是快升好 补了一只天鬼啊 看到了银友飞龙了 我就补一只天鬼来打 剑圣呢这边又打了个活力护身符 一个血牌 增加150点的一个生命值 那LIN呢练着练着是往自己家门口练了 并没有出去啊 还是要防一防的 万一抓过来的话这一步还是挺头疼的 那现在LIN三发英雄呢是选择了牛腿人球长 家里呢放了一个地洞 升好了水晶塔 感觉LIN的整个战术打法呢 还是以自己的防守为主 做好家里防守 再四季去跟HAPPY打 那HAPPY这边呢也是补了个硬 做好侦察 事业很重要 那现在HAPPY三本生完之后呢毁灭也是已经在生 狂狗也在营救了 而LIN呢目前的话抓领时间 给自己的小歪盒剑圣速度要去升个三 这边又打了个大雪瓶 装备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边呢三本生完之后剑圣买了个电球 这时候呢看一下HAPPY是抓过来了 但是对LIN来说在自己家门口的话还是比较安全的 一位玩家的部队正好冲击 那这样HAPPY是选择把先把地精闲撕练了 抢个怪 这边呢打了一个回二戒指 LIN结波呢正好也过来了 有电球的剑圣啊 这边小心打个电球效果 打出来的话感觉一条小狗没了 牛头一跤地板 HAPPY呢也是买出三番一手游侠 准备来一手沉默给牛头 但现在的沉默作用还不是特别大 小四牛刀 那牛头这边的一脚地板 诶 这游侠小心了啊 剑圣一刀120的跳皮 差点DK好在有C 那现在的话感觉HAPPY人口是比较多一点的 多了四个啊 所以LIN这边呢还是边打边撤 两只剑圣的伞也没吞到 剑圣呢踩着指纷布 但是有阴影还是能不够被看得到 一位玩家的部队 毁灭呢依然是把灵魂恋给吸一下 这阴影跟着的话对LIN来说也是挺难受的 这些剑圣感觉就没什么作用了 那这边呢看一下LIN的磕多呢还在补 用磕多来进行一波防守也不错的 如果HAPPY来进攻的话 磕多就把地面的小狗给吞了 那剑圣呢这时候再过来 HAPPY人已经练完了这个地精实验室 那双方的目前都是50人口的部队 这边LIN呢又放下了自己的兵营 造了个兵营就准备是要干杀了 那HAPPY人依然是在抓紧时间练几了 这一波对LIN来说呢也不能一味的在家里防守了 越守的话感觉HAPPY是把外围的顶要练完了 这也是要四肢反击或者抓对手一波练几 那现在看一下HAPPY的整个练几效率越来越高 LIN这边的只能练小点 撒了一把粉又把剑圣给撒出来了 那这边的一发NC这剑圣小心啦 别被秒啦 加口血 现在是三级角外两级加血 科多呢没有去吞这波小狗 HAPPY呢还是要来打一波 LIN呢先撤 咦顺势吞了一条狗 那这只科多呢再吞一条狗走掉 加口血没有死 挖挖一砸 牛头一脚地板 这只科多能不能走掉 哎呦走掉了18点血 小狗呢还在追 那这只科多呢可能走不掉了 那这只科多要注意了 正面的话一条飞龙呢也是被对手直火了 还能拉走 要再补个刀 游侠到两只 我觉得最近来说 这一波呢感觉还是有点小吃亏的 HAPPY这边呢 好不容易拿去一张车被打掉了 因为HAPPY现在的整个阵性也是乱的 又是要追科多又是要追小歪 还要防这边科多吞小狗 所以这一波团战打完之后呢 双方互有亏损 HAPPY好像亏得更多一点啊 因为科多肚子里还有小狗了 这个的在战损里面 目前没算进去 一换应该也会算进去的 那这手链呢是往左上脚走 准备要去练一个大点 而HAPPY这边呢是往右下脚走 准备练这里的蜘蛛蟹 那看看链要不要练 先看看这个小点 小点没了 没了也只能练了 这边牛头的金光一闪到两只啊 因为那条小狗已经被消化掉了 但HAPPY的阴影呢依然是跟着链 所以HAPPY呢知道链的一举一动 这样主动拳呢就在HAPPY手里了 HAPPY选择可以抓也可以选择自己练 对链来讲呢 现在只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再打 那这边呢对链来说也不能犹豫啊 这一犹豫的话这个点不练一会 HAPPY就抓过来了 快点练掉 给牛头单吃一笔金焰 这边呢打了个练眼披风 HAPPY呢这时候也在练右下脚的八指门马人 这边是打了个加12的爪子啊 哇那这样给到巫妖 你看巫妖这边是有两个加速手套给游侠了 巫妖觉得已经有了个加8爪够了 给游侠啊 游侠的整个工资呢也加了好多 已经到3了 50攻的一个游侠了 这边47攻的巫妖 而对链来讲呢 也是在找地图上的点威脸 但地图这点越来越少了 双方都要强点练 这边四级呢还剩余一点野怪可以练 而HAPPY呢再练掉右下脚的迪金闲事 再抢一个宝 这样子感觉对HAPPY来说的话 他的整个宝物是越打越好 两个血牌 一个给到巫妖 一个给到游侠 这样子血量都上去了好多 同时呢HAPPY右下脚也在开矿了 而对链来说呢 牛头终于是练到3啊 三级剑圣三级牛头加上一个三级的小丸 双方呢目前都是49人口的部队 令的剑圣呢去右下脚看野 他感觉HAPPY可能会开矿 HAPPY这边呢也可能也感觉到了剑圣会来啊 因为这个阴影刚刚是跟着的 所以视身提前拉走 这边一只磕多呢又是被盯上 灵魂呢接一下毁灭吸一吸 磕多吞了一口但是走不掉了 还是要被秒 剑圣过来呢也是在点毁灭 诶这磕多还没有死 加了一口血 但是这边DK补个刀 哎呀还是死了 那这波呢 灵也是回城打掉了HAPPY辆车 那现在看一下关键还是 HAPPY右下角的矿是依然在开的 这视身又回去了 对灵来讲呢回城之后 现在的话还是要防守嘛 防守的问题就在于自己没有分矿 而HAPPY有分矿 地图上的点呢都已经是练完了啊 所以对双方来讲也没有什么链级可说了 只能是说打正面 现在HAPPY三英雄的装备呢更好一点 关键HAPPY的硬移出的多啊 他的硬移一直在侦查 这样子对灵来讲的话 自己的所有的一举一动 HAPPY都掌握住了 对哪怕你的苦工出去造根塔都能看得到 而HAPPY自己右下角的矿呢也是马上就要造好了 那灵呢是选择在这里造一个商店 三英雄呢守在家里 HAPPY的硬移呢依然看着 这时候对灵来讲有三本科技的话 一会考虑是不是要买个明基地把矿先丢一下啊 这样子开矿的效率会高很多 否则的话 HAPPY这里看得到你的矿快好了 他就可能过来了 那这边的HAPPY又插了一个眼 有阴影不止还要放一个眼 保证自己的阴影呢安全一点 这边呢一个阴影跟着另一个阻力部队 一个阴影呢是站在自己的部队旁边 防止剑身过来 同时呢右下角HAPPY的风矿呢已经在运作了 这样子双矿运作的HAPPY 这一波呢看一下是不是准备要主动出击了 这时候HAPPY人口就上来了啊 有了双矿经济 你还比人口上得很快 已经63了 而LIN这边呢依然是压着50人口 对LIN来说现在不是不上 而是在等应该还是要 再攒一点钱 然后呢攻防能力就提一提 一会儿人口一拨上去之后 再去找HAPPY来打 但是这个时间呢其实等不了多久 因为双矿的HAPPY 他的人口是没有上限的 直接可能报到100啊 而对LIN来讲呢最多也就80人口 单矿80人口可能已经真的到直线了 这样子来讲的话 现在对LIN来说呢就攒点钱把人口补上去之后 可能要准备打了 等不了多久 黄战士也在补 HAPPY这边呢也不止啊 只要看住了LIN的疯狂 对HAPPY来说呢你随便怎么打 反正我就这么等着 等自己的部队慢慢过来 小狗还在补 女儿呢也在出了 这样子对LIN来讲 时间是不在他这边的啊 商店呢这边也没有起来 HAPPY呢是4级的DK 3级的乌鸦 加上一个3级的游侠 而LIN这边呢是3个3级的英雄 那这波呢双方都是想打 感觉都是在找机会啊 LIN呢在等HAPPY进攻 而HAPPY这边呢有阴影 看得到LIN的大部队在这 所以呢也在这里徘徊 希望LIN这边主动出击之后 让HAPPY抓一波 双方呢就在这个转角处 谁都不想跨出去一步啊 这边的毁灭想来吸一波灵魂链的 LIN呢把4个苦弓也是已经拉出来了 这一切呢HAPPY都看得到的 有阴影在看得到 所以HAPPY这边的话 也是在想打还是不打 毕竟你苦弓都拉出来了 这波团战的话还是以撤为主 把LIN的战线竟然拉长 但LIN这边呢利用狼磁 网住了一只毁灭 团战开始了 牛头先来一脚地板 这边小Y加扣血 残血狼磁直接被秒 这只飞龙呢感觉也危险 狂狗的话整个拉扯顶到位 但面对牛头的地板 这边有点扛不住 这时候呢小Y也要注意被沉没了啊 身上虽然有蓝瓶买了个命基地 这命基地现在也丢不下 这里呢又一个狂战士被秒 牛头连续的地板 虽然能踩住后排的这一波法式 但是想秒掉有点难 这只飞龙呢也是被毁灭集火 直接要没了 牛头再来地板 小Y终于到四 加一口血 但明显令这边呢人口掉的更多 但是LIN的两只磕多呢 又吞了两条小狗 这边呢开始要打毁灭了 乌鸭呢也要注意 自己的血量有点低 虽然有无敌 剑身的好在没有去打乌鸭 DK给了一发C 这只白牛在拉扯走 现在对LIN来说呢 这一波有优势 因为他的小Y蓝挺多的 而HAPPY这边的毁灭死了好多啊 两只毁灭倒了 哇这波HAPPY打亏了 亏了2500的金字 那LIN这边也是丢下了自己的命迹地 准备先把矿开了 关键呢这里的两条小狗 还是被磕多在消化的 那这样子的话 LIN的三英雄都是要快到四了 这牛头啊 其余两个英雄都到四了 剑身呢继续过来 想把HAPPY的这个疯狂打一下 对HAPPY来说呢 刚刚这一波的话 没有想到自己的部队亏的那么多啊 主要感觉还是说 LIN在这一波防守上面做得非常不错 那磕多吞小狗狼磁控制 然后牛头连续地板 小Y加血 那配合上自己的剑身 一直在输出的话 这波毁灭的蓝打完 做其实就是没有多大的输出了 那现在对LIN来说的话 可以守住自己的疯狂 双方的金技呢是扯平了 那对HAPPY来说呢 刚刚这一波没打进去 现在怎么办 要不要再开一片矿啊 这也是一个可以选择的打法 就是说既然我打不进去 但我能守得住的情况下 我就多开矿 矿比你多 我再慢慢耗 这个我记得是在败者组的决赛里面 当时跟 跟FLY打的时候啊 好像HAPPY是在TM有趣牧场 这张图上是这么用过的 我记得开了八片矿去打FLY的三片矿 八矿打三矿 最后亡灵跑价战胜了FLY 因为这场比赛FLY 我记得当时的整个正面实力也是非常的强 根本就不怕HAPPY HAPPY一看情况不对 正面打不过 那我就跑价 那这张图呢又不一样 这是一张两人图啊 矿没有那么多 而且呢地图也比较小 没有太多的一个战略众生啊 让你开那么多矿 而且有低筋实验室 买两个炸弹人 你种地方有矿的话 直接一炸就没了 这时候看一下LINDA健身呢 去到了商店买了一本团补 LIN呢依然是决定先防守为主 而HAPPY呢 12点钟果然开矿了 因为对HAPPY来说 这矿还是要开的 要从长记忆 这矿还是先开出来为好 那DK呢也是来到了市集 看看有什么装备可以买 先买了一个幻象权杖 左上角呢 市森又拉过去了 HAPPY呢 这应该是要侦查一下 对手有没有开矿 那LINDA健身呢 也拉了个苦弓 那现在对HAPPY来说的话 暂时就是先守着 LINDA健身呢 也在自己家里等着 双方呢按兵不动 剑身呢还在不停地跑 不停地侦查啊 那这里呢 苦弓也过去了 市森呢也走了 那对LINDA来说呢 先看看左上角煤矿 再去12点钟为止看一眼 但是还在于这个阴影在的话 对LINDA来说 真的等于是被HAPPY开图在打 HAPPY说我知道你在干啥 也知道你的人口啊 一看就知道 大概有多少人口了 HAPPY人口呢始终保持了领先 那这边的这苦弓来了 要不要造根塔 果然是造根剑塔 想牵制一下HAPPY的主力部队 那这样HAPPY这边呢 也是直接回去 那LINDA这时候看一下 灵魂的一家要不要上 这边呢这根塔是肯定取消的 就是为了把HAPPY的主力部队 吸引过去 然后LINDA主力部队现在也出去了 但是LINDA一举一动 还是让HAPPY看在眼里的 剑身准备上去了 这边呢现在对于HAPPY来说 就是等着你来 我知道你要来 我就等着啊 那小歪呢团不带好 牛头呢也是带着无敌 牛头的无敌 主要作用就是为了防对手的沉默 你沉默我就顶无敌 那现在看一下LINDA主力部队呢 也是在HAPPY12点钟位置的分框 准备要打一波团 这里呢一个狂战士 直接被秒 牛头一脚地板 剑身一刀打死了一个女妖 双方正面还在拼 白牛驱散掉了这波骷髅 但还有骷髅 DK呢又幻象出了三个 那这里的话牛头再来一脚地板 又踩出大量的小狗 狂战士呢还在输出了 柯多呢没有上去吞啊 这边呢还是倒了很多的狂战 哎呦又有一个狂战没了 剑身呢在后排砍车子 但是被上了诅咒的话 还是效果不是特别的好 这边牛头呢 进光一场已经到四 但小歪差点被秒 身上没有无敌 也没有回程 顶个加速卷轴 快速拉开 牛头呢还是要跑到小狗中间 再来地板 柯多呢依然是只吞了一条小狗 小歪呢这时回来 身上呢还有加血 这边呢腰束了一下 这个乌腰 再加扣血拉扯走 剑身又砍掉一辆车 双方这波团战还在拼 但是我觉得 哈比好像有点小魁了 只是说这个小歪要注意 哎呦秒吸掉这个腰束 好在Noah没砸上来啊 那现在的话 哈比三英雄虽然在 但另一的狼战也有 只是另一的小歪呢 目前没有状态了 哈比呢开始秒狼磁 灵魂连加一下毁灭吸一吸 一下NC打在小歪 身上又被沉没 令你的小歪被秒了吗 帝国无敌 哇六点血 加一口血 那这一波的话 哈比没有秒掉这个小歪 就有点亏了 牛头再来一脚地板 这边一只毁灭残血 要被点掉 乌鸟呢还在打输出 这个小歪依然是要注意的 乌鸟想上去 可惜身上没有蓝 游侠还在偷偷点 一条小狗 补刀补掉 正面的话 剑身又来一刀 五级剑身了 哇又来一个调皮 这个女妖也要死了 哈比这一波只能撤 剑身踩一脚直风步 又砍似一个女妖 狼鸟网住这辆车子 哈比这时候的话 感觉有点退不了了呀 磕多全部上去 哈比也是硬着头皮 要打这一波 一只白牛又被点掉 但狼鸟在 狼鸟有网 这边对于哈比来说 也要小心资的部队 小歪进光一闪 倒五级身上还有一口加血 令这时候呢 先稳一稳往后撤一下 对哈比来说 这一波是真的大亏了 51人口 临死57人口 那剑身呢 这时候是来到12点钟位置 先把这一波 试生再点一下 比赛呢 打了24分钟 感觉拎得 后期的两波团战啊 都是打出了自己的优势 毕竟自己三英雄 等级一旦高了以后的话 他的整个作用 还是很明显的 剑身打输出 牛头打控制 小歪 负责用来加血 而地面的三只磕多呢 也是可以去吞一下 对手冲上来的小狗 虽然狂战士 不可避免倒掉很多 但这是没办法的啊 团战不可能说我一个兵不死 只是说 如何更好地利用自己的狂战 去吸收对手的火力 然后呢 去秒掉对手 有价值的部队 比如前期秒女妖车子 后期打毁灭 那现在呢 HAPPY的两片矿 现在有问题了啊 这两片分矿的话 离得比较远 那一旦进攻另一片的话 HAPPY这边要过来呢 感觉距离有点远了 而离零的分矿 是比较近的 这片矿 如果HAPPY的矿 开在这的话 可能会好一点 两片矿可以协同 防守了 现在的话 对林来说 只要进攻这片矿 让HAPPY过来的话 HAPPY确实赶过来路很远 人口方面的HAPPY 又领先了66 打令德59 但是对林来说 现在的优势就在于 自己三英雄的等级上来了 牛头都快到5级了 那这三只毁灭的 也要注意啊 健身是有电球的 打出一个电球效果 这毁灭可能就要死 除非DK给C 那这里呢 看一下 又抓过来了 HAPPY呢 也是想在野外 跟林打一波 那对林来说 这一波要不要打 健身的有大水瓶无敌 所以 也是可以搞整无诱啊 不怕被秒 那这边呢 对于HAPPY来说 现在的话 也是在犹豫 这一波打还是不打 林呢 继续把部队往后拉扯 三攻的狂战士 在这波输出肯定够 你看 一个不注意 一条小狗被秒 牛头到5了 三级地板一升 这样子 对HAPPY来说的话 这波团战 不好打了 三个五级英雄在这 小外身上的蓝又多 虽然说HAPPY是 双矿运作 主矿都干了 但问题 这种时候 就是一波团战定胜负的 不是说你钱多 你就赢了 那这样五级剑身呢 现在也是看着HAPPY的大部队 林呢 主动出击了 牛头上去 网住乌妖 直接踩脚地板 强行要秒乌妖 好在乌妖是有无敌的 白牛呢 驱散一下 这边的三只颗都上去 准备要吞了 牛头再来掉地板 这个地板的控制 确实非常强啊 那这边的准备秒白牛 一只白牛被秒掉 剑身呢 要小心有大雪瓶 问题不大 牛头连续的地板呢 哎呀 这边乌妖被妖术 一道没了呀 完了 这边想秒小Y秒得掉吗 一发C 没有NOWA跟上 死不掉 那这样子 现在HAPPY只能撤 而林呢 抓住这一波智慧 连续往下了两只毁灭 哎呦 这边DK要小心了 哎呦 一发C 林的小Y死了 哇 这小Y没注意啊 那牛头再来掉地板 秒DK了 秒DK了 DK没有保命道具 围住 想破口 哎呀 破不掉了呀 DK也没了 剑神到六级 那这样子对于HAPPY来讲的话 这一波打得太亏了 两个英雄倒了 而林这边呢 死了一个小Y也能接受 现在一辆车又被砍掉 关键HAPPY正面根本就打不了 对林来说选择还是挺多的啊 剑神可以一个人去 持二点钟位置分矿 剧的部队呢 去右下角 同时打你HAPPY两片矿 剑神是选择绕过来啊 去抓一波吗 而HAPPY呢 现在的话 也是买货了DK 还想继续打 林这边呢 再复活小Y 那这边这波剑神过来了 牛头是有地板的 虽然被沉没 但一会儿活儿就能踩了 剑神的连续挤到 这辆车子又扛不住 DK是来了 但这DK现在作用也没那么大 因为身上没有蓝啊 林呢 主力部队还在拆HAPPY的疯狂 剑神一个人呢 还在扛 踩一下指纷布 这一个狂战士 狂战士现在好多啊 这一波狂战士了啊 有六个狂战 三弓的狂战 那这样子 这边的毁灭 根本就扛不住的呀 这几刀一只毁灭要没了 那现在对HAPPY来说的话 又想守自己的疯狂 但是呢 实际又守不住 乌鸭呢 现在也没有钱去买活 终于买活了 HAPPY的三英雄 依然还在 那对LIN来说 虽然没有小Y 但是我有六级的剑神 你跟我打吗 三级调皮在这里啊 牛头一脚地板 踩住了女妖 这边的 哎呀完了六级牛头 打不了了 大招一身 这牛随便打了呀 剑神呢 现在又要秒乌鸟了 哇还有无敌的剑神 这边的乌鸟 哇连续被打进化 顶个无敌了 那地面小狗怎么办 这么多狂战士 现在HAPPY秒不掉了呀 那剑神顶出无敌 强行打这边的毁灭 这只毁灭又危险了 哎呀 乌鸟还是被网 那这样 剑神一刀308 乌鸟硬身倒地 那这样对HAPPY来说的话 没法打了 没法打了 这这边差的太多了啊 没有小Y的情况下 令这波团战都能打得赢 何况一块小Y过来 这还这么玩 那这边的HAPPY还想反打 但是乌鸟连续倒下 没有输出点了 这六级牛头呢 也没人敢打 游侠呢 一个人还在输出 仗着又加12爪 但小心啊 这波小Y加口血 剑神犹如门虎下山 HAPPY直接打出这只 我们攻散领 最终获得这张比赛的胜利 也是感谢兄弟们收看 再见